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海祥医师 民国77年 从国防疫学院毕业 退伍后 我在罗东圣母医院 还有龙潭敏胜医院 然后回到天主教圣公医院 到如今已经18年的时间 不管在这个怀孕过程当中 是妈妈或者是胎儿 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某些特殊的状况 会造成在这个怀孕过程当中 不利于妈妈或者是胎儿的情况发生 我们就把这个族群称之为高危险认成 随着台湾高龄化的孕妇增加 以及晚婚这些不孕这些问题的产生 所以台湾的高危险认成的比例 确实是明显的在增加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内科疾病 它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不会发生 可是怀孕它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在中年会发生的疾病 往往在怀孕当中会呈现 我们在产检的过程中 比较常碰到的是第一个像血液方面的疾病 例如说像低中海行贫血 或者是血小板过低或凝血功能异常 另外像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疾病 还有一些像自体免疫疾病 红斑性囊肠或者是像气喘癫等许多这些疾病 那当然这个是指妈妈本身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产检的部分 比较在意的一些高危险认诊 例如像前置胎盘 或者是说妈妈在怀孕当中 会不会发生认诊糖尿病 像认诊高血压引发一个叫直颠前症 那当然还有因为不孕症 很多一些生殖科技的介入之后 会有多胞胎的一个情况 其实双胞胎以上的怀孕 其实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高危险认诊 还有可能很年轻就怀孕的这些妈妈 其实它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一些 因为可能它的成熟度不够 它的身体的状况 还并不是很成熟很理想 那当然就是刚刚前面也有讲到 胎儿染色体的部分 随着妈妈怀孕年龄的增加 其实胎儿会发生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也是会明显的增加 所以胎儿染色体的异常 以及胎儿结构的异常 这些都是在高危险认诊领域中 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部分 像我们在产检当中都会很清楚的 告诉这些孕产妇 我们饮食的控制 还有定期的产检 都是非常的重要 其实很多妈妈会觉得说 怀孕就是要体重增加 或者老一辈的人就说 你怎么这么瘦 肚子这么小去跟人家比较 其实孕妇在整个怀孕过程中 体重增加 其实她会增加她很多心脏的负担 其实整个孕期当中 胎儿本身增加 跟胎盘羊水增加的体重 不过五到六公斤 所以你想想看很多人 一个怀孕过程中 重了二十几公斤 其实多余的体重都是在妈妈身上 生完之后还要再减重 所以其实一个体重的控制 是一个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结构异常 或者说是一些染色体的异常 所以定期的产检 跟一些必要的检测 可能仍然是高危险认诊当中 是必须要去认真去执行的部分 我们一般在门诊做的都是2D超音波 其实2D超音波 它已经是跟我们早期的2D超音波 它已经是截然不同 它的解析度各方面 都已经是非常的清晰 跟非常的一个完善 至于3D、4D超音波 其实是这十年来 在产科市场中非常夯的 一个检查项目 不过它都主要还是在 在检测它外观的部分 对于一个产妇来讲 他可以看到孩子可能在微笑 他在吸手指 或者说他有一些动作 其实4D超音波它没有办法 去做一些内部结构的一些检测 所以在医学的领域中 其实我仍然认为2D的高层次超音波 它仍然是一个在医学检测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不管是在脑部、脑室、在心脏、在肾脏、在肠胃 在肠胃、在很多肢体的部分 它都可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检测 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险认诊的妈妈 是更为重要的 至于3D、4D超音波 如果你有一些多余的钱 或者说你觉得 就像帮孩子拍很漂亮的一些沙龙罩 或什么这样的心态的话 其实也是OK的 但是它在医学上 并没有这么的重要性 我想唐室症的筛检一直有很多的遗憾 就是传统的唐室症抽血的筛检 它不能够很精准地去检测出唐室症儿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染色体异常的胎儿 可是NIPT的问世 它确实是可以大幅地提高了这个一个筛检率 传统的染色体筛检率跟NIPT的筛检率比较之下 传统的染色体筛检率 加上超音波它可以达到85%、89% 那NIPT它可以到90几% 95%、99%这样子 它说好像看起来差距没有很大 可是费用却差距非常大 在我做医生的领域中 我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NIPT虽然它不能完全取代羊毛穿刺 可是NIPT其实准确率是远大于这个传统的一些检查 在我们一般像在高雄地区 或者说在一边中型的医院 其实超音波已经成为我们妇产科医生 在产典中必备的工具 几乎每一个来产典的人 孕妇我们都会随时帮她做超音波检测 如果她完全舍弃超音波的话 她可能会有一些早期可以发现的结构异常 她可能会miss掉 所以当然超音波结合了NIPT 更能够把整个台湾地区这些有异常的胎儿的比例 可以更加的就大幅的下降 感谢观看